我就跳離 如果他放在for回圈裡面 那就是跳離for 所以如果這個break 放在for裡面 就是跟VBA裡面一樣 叫exit for 如果是放在while裡面 就是exit why 就是跳離的意思 反正只要放在任何地方 他就是跳離那個程式的意思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用break 比如說 我這邊的話 我希望能夠 這邊有一個break 那break 部分的話 如果你用剛剛的程式 我建議就是比如說你1加到99 你把它按右鍵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貼上 我的習慣是貼上 為什麼?因為你要改寫的話 你把原來的東西直接拿來改 你原來的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會在我剛剛的那個模組 貼上我不是新增 我是貼上 拿它來改 那我比如說增加一個step 不不不應該是break 比如說我這個是要 就是練習break 那你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後面再一個底線break 按個ok 那再來你就是發現 這個會增加一個這個 有沒有1加到100的break 打開來 那你記得喔 你就練習就從這邊練習 因為這好處是你可以留下原來的 那改完之後的東西 也不會影響 那比如說什麼時候可以break 這個地方喔 當然 break是整個跳離回圈 所以呢我們這邊把它改一下 也許是我今天是 1到200好了 比如說應該是1到199 好 那可是我問題我要加的 不是到加到199 當然你如果加到199 結果應該是不對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喔 假設我希望呢 能夠 當它什麼呢 當它加到99的時候 再跳離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多一個邏輯敘述 一幅什麼呢 一幅 這個i的值怎麼樣 當它是 欸 什麼情況break呢 當它是 大於 99 有沒有 當它跑進來 大於99就100了 100的時候呢 那我就做什麼事呢 當它 大於 99的時候呢 那我就把它break掉 OK 所以這邊的話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底下的話 就可以有一個敘述 就是說 讓它去跳離那個 就是 break的敘述 所以這邊的話 我可以把它 當它 跳離 有沒有 啊跳離的話 其實就在底下 加一個break敘述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 你就在這邊enter 那enter之後的話呢 記得一定 也是要縮排喔 這個一定要縮排喔 那就打一個break 然後這樣的話呢 他就知道說 喔 我跑到這邊來的時候 99了 那我就跳離 我不要再往前100了 OK 也不會去加到這個 所以100到這裡 就跳離 就不會加到100了 OK 執行看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一樣加完之後 還是4950 所以 假設未來 你遇到那種情況 是你可能不知道說 到底哪邊 要停下來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break 等於是跳離的一個敘述 這個是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break呢 其實還蠻多地方的 break反而相對於continue的話 用到的機會會比較大 尤其是配合什麼 配合wile wile的話 有時候是一個條件 可是當什麼時候條件出現 我還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設一個邏輯判斷 當這個條件出現的時候 我程式才跳離 OK 所以這邊的話有個break 敘述 再來剛剛還有一個什麼呢 step 就是1加到99 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今天 我把這個先散一下 如果我今天做第二個變化 按右鍵一樣 複製一下 貼上 我如果說 奇數的部分 除了可以用什麼 剛剛邏輯判斷 或者是continue之外 我另外還有一個什麼呢 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把這個貼上 後面加一個step 這個step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跟那個vba裡面也類似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把這個step打開 這個打開 從這邊改好了 記得你以後 留下原來的 改的話呢 是 改你 之後的那一個 不然的話 你舊的就不見了 像我這邊都會 紀錄版本 這樣以後你打開 就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不然的話 以後都是有最後那一個 中間那些都不見了 那以後你要參考就沒得參考了 好 那特別注意呢 你把游標 放在那個什麼 range上面 你會發現呢 它底下這邊也會跟你一個說明 這個說明其實說真的 不是很詳細啦 但是聊勝於無 它裡面有哪些說明 你會發現 這個range裡面 你可以給我三個 開始 STOP OK 後面有沒有什麼 一個中瓜糊 中瓜糊這個引述的話 是可有可無 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那step意思就是說 中間間間隔多少 如果說我今天 預設只是1 1的話 1 2 3 4 如果說我今天是什麼 1 3 5 7 那中間間隔多少 2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step怎麼樣 加個2不就好了 不就135 7 9 什麼事都不用做 有沒有更簡單 所以齁 剛剛的那個 激素加總的話 應該齁 最簡單的方法是 豆點 2 搞定 OK 所以齁 你會發現齁 寫程式方法齁 太多了 所以呢 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齁 那這麼多方法 哪一個是最好 其實你還是要自己判斷 所以有的時候啦 為什麼最後寫出來齁 人家寫的就是比你簡單 比你精簡 那有的時候奇怪 為什麼一樣的東西 好像那種齁 有些菜鳥工程師寫出來 就是亂七八糟 那寫了一大堆 想說你幹嘛寫那麼多啊 明明這樣子寫完就OK了 你幹嘛去想到別的地方 那當然就是欠缺思慮 比較不周詳啦 OK 那做完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齁 豆點餓 結果會不會OK呢 應該也是 也是一樣齁 二五就是沒問題齁 那如果說你要是偶數的話齁 只要改什麼 把這個怎麼樣 改成二不就好了 從二開始齁 那這樣子的話 STEP 二意思是二四六八十到九十八 因為到 因為九十九嘛 再來就一百 一百就不會啦 OK 他就跳離了 所以基本上齁 我們如果要偶數的話 那其實只要改一個STEP 就可以了 執行一下 OK 沒有問題齁 所以有沒有 這個當然你思考了面向齁 假設說 夠全面 那當然至少你就知道 原來從Range這個函數下手 原來可以這麼簡單 那也就是說啦 有時候 你在 去撰寫程式的時候 有的時候還是要對於 除了基本的那些規則熟悉之外 恐怕呢 你也可以從什麼 函數下手 函數裡面呢 就可以有不同的設定方法 那也可以得到不同的結果 所以答案不只一個齁 這個可能比你要跳出的值 還要大很多 那你這邊可以透過一個BREAK 跳離回圈 第二個是說呢 STEP 我們剛剛的那個STEP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加一個STEP值 那未來呢 你想說那可不可以用負的 其實也可以喔 負的話就是相反 倒過來喔 所以這個地方還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是負二的話 那你應該是從哪一個 所以START跟那個結束的值 這兩個呢 也可以顛倒一下 可以自己玩玩看 反正這個應該會吧 可以從不同的方向 其實有時候你不同的方向 有時候得到的結果是一樣 但是程式會比較簡單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STEP 這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那待會 再來就是想想看 99乘法表 不過99乘法表 for i for j 有沒有 要把它執行起來 當然你可以先不要看答案 這樣子 我要的結果就像底下這樣子 那程式在這裡 不過你先不要看嘛 因為你一看 你就可能被我的邏輯給限制住了 通通同學說 所以最後齁 同學都只會寫我的標準 並非我是標準 所以但是我一直強烈 不主張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我還希望你們寫出來的答案 完全不要跟我一模一樣 才是好答案喔 我反而不喜歡人家跟我的答案一樣喔 因為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齁 你永遠齁會在我的金箍咒裡面 齁 或者在我的五指三裡面 你逃不出我的這個框架 那變成你以後就寫不出來 所以我強烈不建議你們看我的答案 請你自己想一個更好的答案 齁 然後再延伸到那個99乘法表 但是類似像99乘法表齁 請各位注意一下 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寫完的 也許你可以分兩階段三階段寫 比如說你可以先輸出1嘛 不要一下到9 你可以先輸出縱向的橫向的 然後再把縱向橫向串在一起不就好了 齁 你可以分階段做喔 你不是可以不用一次就做完 最重要的是齁 你可以 如果我是自己寫出來 那這個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齁 而且可以不要跟我一樣沒有關係 我講過啦齁 能夠做出99乘法表的方法非常的多 絕對不只一種 齁 只是說呢 哪一個方法是你寫出來的 我覺得才是比較重要 請各位先試一下齁